大家好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那今天為大家介紹一台由台灣人設計研發製造的一台 全自動的手沖咖啡機叫做 Autofax 那這台機器非常厲害 那學長前兩天玩了一下以後 有好幾個單點都讓我覺得很興奮 會覺得原來台灣的製造的能力 已經可以真正的接近一個咖啡是在充足的一些習慣 一些動作 一些細微的風味一些細微的手法都可以做的蠻到位的 所以學長今天要為大家分享一下這個背後的一些東西 那這樣的設計其實我們也可以來思考一下 就是跟台灣人對手沖的要求跟習慣是很有關聯性的 因為我們台灣的手沖的技術在全世界就已經算是不錯的 研究也算是比較深入的 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的手法呈現出來的細膩風味 其實各位也是喝得出來的 所以大家才有這麼認真的想去學手沖嘛 那這樣的精神 然後碰上台灣很厲害的一些機械工藝啊 一些機械的設計呢 就呈現出了一個這樣的狀態 它有好幾個單點都讓我覺得說 真真正正有符合一些咖啡人的心聲 原來我們機械上面使用這樣的途徑呢 就可以很接近手沖的感覺了 那待會兒呢學長就分幾個單點跟大家介紹一下 到底 Otherface 跟一般咖啡師他們接近的地方在哪裡 好 首先第一個地方呢是我們看到 這邊有一個這個核心的模組機組結構 它是用軌道的方式用齒輪帶動軌道的方式來進行我的給水頭的運作的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就好像是你平常沖手沖的時候 你會喜歡繞圈圈 喜歡中心點注水啊 給完水以後你會繞圈圈 這樣的動作呢其實非常符合我們對於手沖的習慣 那Otherface這個機組結構呢其實就很像是這樣的感覺 它在運作的時候呢你會覺得好像就像你在繞圈圈一樣 它跟你平常手沖的習慣呢是可以對上好的 那這一點就讓你覺得非常的親切 第二點呢是關於這個給水頭的部分 這給水頭呢我覺得它的彈性跟它的給水力道大小呢是蠻舒服的 那這一點呢其實也回到各位的沖煮經驗上面 我們都知道當我們的給水力道大力道小的時候呢 對我的粉塵會有不同的狀態 譬如說有時候我的力道不能太大啊 不然我的粉塵就會被沖散 或是有時候我想要做一點翻角的時候呢 那我可能力道要大一點 那Otherface這次的給水頭呢 我覺得設計的是非常剛好的 所以我們在使用的時候會發覺說 我的粉塵真的比較不會被像傳統的一些咖啡劑 會把你的粉塵沖散掉啦 或說一些花灑銅呢 它給的位置就是不對嘛 它可能是給大範圍的 但是事實上來說我們手沖的時候 就不會給這麼大範圍 我們只會給一個小範圍 單點然後往外繞圈或是移動位置 Otherface這次的設計呢 就可以做到比較彈性的的給水的力道 而且給水的位置跟我們平常手沖的概念是非常像的 就是單點給水 因此呢我們在很多手法的複製上面呢 都可以符合你的經驗 那第三點呢是關於它的給水大小 以及它的繞圈的頻率都可以自由控制 那某些手法呢你會使用大水 譬如說像新芒就愛用大水沖法嘛 那我就會把我的水力拉到最大 那譬如說我用V60我就會用小水 那同時間我繞圈的頻率也會有差異性 譬如說有時候我希望我繞圈速度快一點點 有時候我希望我繞圈速度慢一點點 會做出不同的風味效果 那Otherface呢在這兩段的設計上面呢 也有堅固到 所以在給水的部分呢可以從最小的水 可能每秒1cc 然後一直到每秒7cc 8cc都可以控制 那繞圈圈的部分也可以繞快或繞慢 那就可以更接近一個咖啡師他平常充足的習慣 那第4點呢是關於他的給水的水溫的穩定性 那Otherface他是一個商業用機 所以他的目標呢是能夠服務更多的一般消費者嘛 就是大家用商用機來使用 那所以他的給水的穩定度就非常的重要 其實就像各位如果你是一個咖啡師 他必須面對的是大中午的時間 我必須要充很多杯咖啡的時候 他如果有一把好用的溫控壺 或是有兩三把可以定溫的溫控壺 他的給水的充足的穩定度才會比較提升 那Otherface就像這種狀況是 他不用再額外給水了 他會持續的補水 並且讓你的溫度維持到一個適合指定的溫度 然後即使是連續儲備 他也是可以保持溫度的很定的 那這一點呢其實就是考驗這個機器的穩定度 那最後一點是關於手法的替換 如果身為一個台灣的咖啡師 你可能多多少少都會根據你客人的需求 去稍微替換一下我的手法 其實最基本的不用濃淡 有時候我的客人他想要喝濃一點點 我可能減少一些粉水筆 或是說我把油門度調細一點點 這些東西呢 其實我們可以藉由手法的更換 來滿足不同客人的需求 那在機組上面呢 他本身就有內建三個 三個手法 你隨時可以使用按鈕的方式 就可以把一二三個叫出來 你就可以根據不同的需求做不同的手法 那如果你有更多更多的手法 你可以就App 因為App裡面呢 把它App下載下來到機器裡面呢 它可以重現你的App上面的手法 換句話說呢 我就可以根據不同客人的需求 來給予不同的風味的結構 或者是不同的豆子 或是客人不同的濃度需求 或是不同的杯量 來設計這些東西 讓這台機器呢 感覺好像只能做一件事情 那實際上背後 當你設計的好以後 它可以有20種 或是30種不同的手法 不同的充足參數的時候 你就發覺說 它就好像是一個很全能的咖啡師 可以根據不同的需求 來做細微的調整 那這也很符合台灣呢 我們對於手沖咖啡的要求 因為我們都希望有更精緻啊 更有層次感啊 或者說我們可以有比較特殊的果酸 這些它都可以盡量的滿足 那以上這些訴求呢 我都覺得它確實是根據一個咖啡師的 的想法來做打造的 所以呢接下來的環節呢 學長就要來做一下人機PK 其實說人機PK 其實也是學長自己的參數嘛 我把我的參數呢 寫到了Otherface裡面 那讓它來充足 那同時間呢學長也充足 那因為參數雖然是一樣的 但是畢竟它是機器 我是人嘛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看 人跟機器在充足的過程之中 我們的粉 的粉狀 以及我們整個時間啊 給水大小的穩定度 是否都可以很接近 以後Otherface這樣激情的都可以 為大家呈現更多很好的參數 OK 那麼接下來 我們先來測試的是 哈利歐B60的濾杯 那我們使用的手法是 先悶蒸 然後中心注水 然後後面用大水來做挖沙 那這個手法其實有很多的小細節 那我們就邊看充足 需要到那個階段再跟大家講 好 首先是 悶蒸的情況 我們剛剛正中間給一點水 不要太多 然後呢外圍我們吃少量的水就好了 所以這時候我控制我的 繞圈的流速就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不能讓我繞圈的速度 太慢了 可以看到正中間膨脹的狀況 蠻好的 然後有點像我們悶蒸的狀態 然後大約在 15秒以後呢 他會 他的 膨脹狀況會更好 他會持續膨脹 就跟我們平常悶蒸的 感受度是蠻接近的 然後悶蒸時間是做到30秒 那第二段剛開始呢 我們用比較小的水 所以他可以看一下那個空氣的排出狀況 那空氣排出狀況其實就是我們 所謂的打通隧道 那部分會讓我的酸子的 風味的影響很嚴重 可以看到中間的 大量的白色泡跑出來以後 然後呢水會變大 那變大以後呢 整個綠背的流速會拉得 是到最快的狀態 這個時候呢就是 我們所謂的濾泡法 可以看到我的粉塵 基本上都可以維持一個完整的狀態 不太會有淹水的狀況 這個非常重要 很多的細節 如果他一淹水 他的風味上就會比較混濁 就不會那麼清涼 可以看到粉塵基本上是不太會動的 好 然後這段流完以後呢 我們最後還有兩段給大碎 讓我的粉塵被翻開 把我的流速拉快 尾段比較不會有苦澀味的產生 可以看到 快速而且大的給水 好的粉塵呢 有點浸泡狀況 但是整個流速是快的 為什麼 因為 底下細粉被我翻開來了 那這個就是類似哇塞的手法 好第二段 可以看到 快而大 穩定的給水 讓我的細粉可以翻出來 好 完成了 然後結束 然後我們整體的沖煮時間 大概是2分15秒 就全部都流完了 好 這個就是 V60的 中興駐水家 哇塞 接下來我們要來測新芒濾杯 那搭配的手法呢 是大水沖法 所以呢 我們剛開始先悶蒸 然後呢 第二段呢 打通水道以後 快速上大水 然後呢 等大水全部流完以後 我用很小的水 然後慢慢的繞圈 最後呢 讓它有點小淹水 做出一個 比較厚實的Body OK 好 我們就開始了 好 剛開始一樣悶蒸 其實悶蒸有沒有成功 影響整杯 的 影響程度非常的大 所以就像如果你 平常在沖手沖的時候 如果你悶蒸失敗的話 你後半段可能很容易就不好喝 OK 可以看到 整個新芒的膨脹的狀態 吃水中夯 那個粉塵上面會亮亮的 就代表說粉跟粉之間是有吃飽水 它是不會一下就流光 這個狀況是比較理想的狀態 然後 第二段呢 我們剛開始也是有一個 打通水道的動作 因為這動作呢 會讓你的流速變得比較快 所以很重要 然後打通水道完 泡泡湧出以後呢 才開始給大水 讓它一口氣淹到 大概六七分滿的位置 好 打通水道的動作 在這一段 可以看到 白色的空氣 大量湧出 聽到水聲嗎 水聲出來代表說 它的 水道通了 這流速變得很快 好 上大水了 大水沖法的精髓 就是要快速的 用很大的水 把我整個 濾杯裡面的水 壓到大約是 七分滿 六七分滿 的位置 好 然後可以看到 濾杯裡面的水 快速的 往下流 就可以做出一個很強勁的果酸 然後等差不多流完 然後我們就用小水 慢慢的繞圈 做出後半端的巴底 這樣層次感就會很顯著 好 看這次的水很小 跟剛剛的大水相比的水是非常的小的 大概每秒是2cc左右 讓我的濾杯裡面有小淹水的狀態 可以看到它是小淹水了 它不過一下子就淹下來 因為我給的水很小 它是組一個小淹水的狀態 然後這樣就可以把我的巴底做出來 小淹水 有100cc這麼多大水沖法 後面這一段 可以看到粉塵重點一點 都是一個吃水白白的狀態 OK 好 整體創作時間大概2分35秒 看我們剛剛的對比圖以後 大家是不是覺得好像蠻有趣的 很多粉狀 真的是有點接近 譬如說剛剛一些細節 像包括悶蒸 打通水道 其實都已經可以做到蠻接近的狀態了 當然事實上來說 我們機器跟冷還是會有一點點差異性 譬如說水道打通的速度 或者是說 它的悶蒸 它可能沒辦法像我們 蒸冷 我們10秒就悶蒸完 它可能必須要花20秒 那這種 調整點 其實並不影響我們整體喝起來的風味 但是它可能可以幫助我們的機器 讓它可以更完美的 達到比較接近的結果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需要 實際上在操作的時候動動你可愛的大腦 去思考一下 我如何利用目前機器所能提供的一些參數 調整到更接近咖啡師所希望的效果 中間的know how 就是等待各位高手們來研究 然後讓你的咖啡風味會更完美 那如果各位想要了解更多的詳細的參數 譬如說 鎂垂大小 或是說軌道的大小 或是整個機器的參數的話 歡迎在底下資訊欄部分 學長有寫開箱文 然後大家可以進去裡面了解一下 或是說你有商業的需求的話 可以也在資訊欄上面 也可以幫我們留一個資料 相關人員就會聯絡你 讓你可以進一步來試機等等等了 OK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此為止囉 那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掰